在经历过仅仅只有2000多万年的滋留级之后 在4.191年前 地球进入了亡古生代的泥盆级 如果说航母级 奥陶级 滋留级 给人的感觉是名字很悬护 混沌初开 遥不可提 各种诡异生物随机试验场的话 那么泥盆级这个重技术风格的名字 给人的感觉就更加闷热拥挤 充满了各种碰撞与厮杀 短暂的滋留级 不过是奥陶级大明镜后的一次复苏 当你去了解地球生命历史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植物才是能毁灭世界 改造世界的物种 泥盆级一天有近22个小时 而一年已经缩短到398天 暗氧化碳含量现在的八倍之多 平均气温比现在整整高了6度 对于植物来说 整个地球拥有享受不完的资源 和异常优越的环境 它们已经从原始的围管植物成长为参天大树 一步步步的向内陆扩张 成为生物大军的先锋队 植物锁定之处也变成了动物新的天堂 那个时候我还小吧 但是那时候大家伙都着急蓬勃 干净时钟的情景 我还是记忆犹新的 泥盆级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在蓝叶河谷 我们居然发现了奇虾 这个航母界的王者 被认为已经在奥陶地早期就已经消失了 如今却突然出现在泥盆级 环状嘴和钳子的两个大腹肢 都是奇虾的标志性特点 而它的躯干 就像我们传统意义的 它们的节肢动物那样 分解更加明显 而且有外骨骼进行保护 它的身体前端和末端 各有一对腹肢特化成奇状 用来转换方向 而中间的死对族则用来游泳 在节肢动物扑布海底的今天和往后 旗下可以说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游得很好的饭节肢动物了 别说旗下 就连头族类 也将游动生态位的大全交给了鱼类 泥盆级被称为鱼类时代 不是因为鱼类第一次通知了海洋 而是因为鱼类多 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无河鱼 无河鱼是一个多细群 这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没有下河才是常态 有下河才是异端 上次提到的星甲鱼 就属于奇甲鱼钢 尽管提起脊椎动物 我们都会觉得它内部骨鸽很有特色 但是当时大部分鱼都是软骨 吃起来应该挺不错 它们的外骨鸽反而很有特色 最外边一层有了法郎质 比骨头的质量还要好 虽然说外骨鸽最出名的是节肢动物 但是即使是外骨鸽这种不太出名的特点 脊椎动物又批现出恐怖的潜力 它们的头部拥有大块的护甲 上面还有些精致的花纹 尽管它们除了尾巴 什么附加品都没有 但是不影响它们的多样性 有的长得像鲨鱼 身体两侧有很多翅膀一样的尖刺 有的呢 拥有飞碟一样的圆脑袋 有的头部只带一根细管 可以从泥巴里牺牲住 还有的能长到一米长 也是最完美的奇甲鱼之一 连甲鱼体型更大 甚至长到1.5到2米长 缺甲鱼钢就像它们的名字那样 拥有细小的或者是没有鳞片 它们除了细小的鳞片外 还在背部有一些凸起 身体下方还拥有囤旗 有的鱼赛孔多达30多对 它们不像其他鱼那么笨重 某些鱼可能会过着寄生的生活 花鱼鱼钢身上有的细小的鳞片 行动非常的灵活 有的花鱼鱼 比如福尔卡鱼 它们的身体是侧扁的 可能会像今天的观赏鱼那样 穿梭在珊瑚丛中 它们的颜色也可能非常的华丽 潜雅鱼钢的致命度不是很高 它们的头前有的长长的凸体 并且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胸起来保持平衡 是配置比较高的乌合鱼类 盔甲鱼钢的头部非常笨重 它们兴盛于泥盆济早期 头骨和内耳也非常的复杂 虽然只有70多种 但是在头骨的改道上 却千奇百怪极具多样性 胡甲鱼钢 则是乌合鱼的巅峰物种 也是有合鱼类的姊妹群 它们很像盔甲鱼 但是具有发达的胸旗 可能和我们的胳膊是同源结构 也就是说 你我之间的四肢比下颌出现的要更早 它们有形态各样的头甲来弥补自己的短板 一只脚 两只脚 三只脚 超宽的大脑袋 总让它们大部分都贴着海底走 它们的骨骼的孔道系统 能够分辨出黏糊糊的液体 用来减少游动的阻力 在它们两眼后面 还有一个很小的松果孔 与具有感光能力的松果线相连 也就是穿上的第三只眼 头后部的感觉区 和头前的两个侧区 可以感知水压或的电流 想要处理这些传感器复杂的信息 那必然少不了一个强大的CPU来控制 矿化的脑壳可以保护脆转的弹脑 使得我们现在得以重建它们的大脑结构 而它们保持平衡的半规管 则变成了我们耳刀的一部分 我们一侧 用三个半规管 构成空间直角坐标系 帮助我们调整平衡 而这些鱼类 耳刀里只有两个半规管 在尼佩济早期 这些无合鱼达到了巅峰 它们没有武器 大部分身体笨重 只能推到海底油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另一类过期明星 三叶虫 它们在新的势力重压之下 活得一发艰难 然后就变得花里胡骚 这种三叶虫持有海王的三叉戒 好有的沉迷于汤头和张贝尔 死伤第三大的三叶虫 除了脑袋上有大疙瘩 尸体上还有很多的坚持和总块 这些花里的装饰 只能暂时地让敌人的K要 它们保守着口气和腹肢 出来面对板足后无合鱼外 截则动物里的海底最强实力 甲翘烈也登场了 这种30厘米的大虾 拥有不足走路 游泳足滑水 下位放散线 各种稻千滚棒拐子流星 终于变成了美味的海鲜 在尼佩济中期 有合鱼类终于访客为主 占据了大量的游动生态位 一般情况下 如果没有大灭绝 很多生态位基本都是谁牵手谁赢 而比如四足类上岸之后 其他动物就爬不上去了 静于占领海洋之后 其他路上动物就没有成功 替换掉精内的生态位 但是脊椎动物不一样 开局先让解惑它 然后完全凭借自身的实力 打凌比赛 有人会说了 节肢动物不就是不小心 把壳掌到外边了吗 你也就有个内骨鸽 对个体型而已 但是我有闭管循环系统 开管循环系统就像烟前菜一样 流过细胞的阶细 而我们的闭管循环系统 只在血管内部流动 流速更快 效率更高 但是投足力和蚯蚓比较不符 我们也有闭管循环系统 你不就是有个内骨鸽 堆体型而已 但是脊椎动物不但体型大 速度还比你快 我们都知道 动物内部信号的传递 很依赖神经 而神经在常常的轴土上 是以电信号性式传播的 听起来很玄乎 但不过是纳体子内流 和甲体子外流而已 节肢动物的神经 冲动传统的速度 只有2米每秒 如同走路一样慢吞吞 和欧姆定律差不多 神经线维越粗 冲动传统越快 神经在常的羌物贼 控制喷水的神经线维 也就精英到1毫米粗 其信号传递速度 能有25米每秒 就像开了起跑一样 但是脊椎动物不一样 它们的主要神经线维 外边被死网细胞所包裹 它们能起到绝缘作用 称为水翘 而水翘每隔几毫米 就会有点漏电的地方 称为狼飞斯捷 神经的速度 就在狼飞斯捷上跳跃式传导 就像开了无限闪现一项 脊椎动物控制具体 传入传出的A类神经线维 其传挡速度能有120米每秒 但是直径却只有20毫米 正所谓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脊椎动物在这一点上又赢了 有血量 有护甲 有速度 现在就差攻击了 下巴这块普通的头骨 起源有通气理论 异为理论的多种说法 最普遍的呢 还是塞弓理论 我们知道硬骨鱼 只有一对塞 而大部分鲨鱼 有五对塞 塞裂之间有塞弓分割 有鹤鱼的主向 可能有8个塞裂和9个塞弓 他们牺牲了3个塞裂和4个塞弓 把他们转化为下颌 他能调动大量的头部肌肉 拥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还能切碎食物 既是屠刀又是参刀 再加上强大的尾部 带来了持久推进能力 两对偶骑和背骑囤骑 附着平衡转向自动 一个机攻击 血量 速度和立体机动能力 鱼体的完美劣势者上场了 有意思的一点是 无鳄鱼只有一个鼻孔 而有鹤鱼 则分成两个鼻孔 有人可能会奇怪 下颌为什么如此重要 你看蛇不也是整个吞吗 这是因为蛇可以 苦羊先圈牙猎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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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类又没啥攻击手段 只能用下颌摇要好东西 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顿平鱼类 正是在韩文地最出彩的有鹤鱼类 一共有7个分支 其中最强大的个体 就属于捷径鱼母 也叫杰甲鱼母 邓思鱼科的泰莱尔邓思鱼 是众多隐身作品中的明星物种 虽然他们的头部 拥有霸气的开架 但是内心却很柔软 因此我们到达现场之后 就只剩一副头盔了 通过他们的亲戚围骨鱼 大概能算出他有6米长 前提是他不像龙王金那样面条 邓思鱼的下额和头主里的喷水出手 板子后的大钳子比起来 非常的朴素 但是我们不能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正所谓武器越怪 使得越快 真正的高手往往都使用最朴素的武器 邓思鱼的头后部没有骨骼 使得头部可以自由转重 行为一个特殊的四连杆结构 需要张嘴的时候 轴上级肌肉牵引头部往上扬 合降级往下拉 闭合的时候 颅降级会让脑袋往下落 下颌会往上升 通过脑袋和下颌的同时运动 使得嘴巴张开闭合 整个过程只需要花为1分20秒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攻击特效 擒龙弓 可以直接把猎物吸入口中 配合5000牛蛋咬力 就可以轻生把其他动物大谢八块 这种怪兽其实连牙齿都没有 这些看起来像牙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古板 这种古板的结构呢 就像是两个恶龟的汇变联在一起 邓思鱼还有一个亲戚叫做霸鱼 也叫做太坦鱼 他的体型长得像邓思鱼一样大 却是温和的律师者 他们兄弟俩一为一武 成为当时最大的脊椎动物 动甲鱼是当时最为成功的盾皮鱼 他们的体型一般只有234厘米 拥有发达的胸臍 有的物种成功入侵到淡水 然后就很光荣的被打到回不去海洋了 他们在浴泥里寻找似乎碎片 并且有可能有肺来进行呼吸 一般情况下 一个新物动崛起的时候 往往技能还没有点满 比如节肚动物的复制改进 防养师的触手和眼睛 但是盾皮鱼不一样 这些鱼一触三基本就点满了技能 甚至还有一些奢侈的亮点 比如小自鱼就有两个交接器 可以进行体内受精 在当时那的确是小自阶级了 现在处于高生态位的鲨鱼就拥有两个钉钉 而过得比较惨的硬骨鱼 大部分品种只能解漏地把卵惨在水里了 择齿鱼母有点像小鲨鱼 这种叫做爱登堡鱼母的成员 甚至会胎生 而且是带着其来的真胎生 莱因娇姆的万形扁平 他们期待海底可能会用宽大的胸臍来跃动 这些皮特铠甲的盾皮鱼 在泥皮鱼之后就灭绝了 很多人都把他们当成很落后的藏物 比不了高端的软骨鱼和适应能力很强的硬骨鱼 但是顿皮鱼并不是一个呆细群 有鹤鱼却是一个呆细群 简单来说呢 在有鹤鱼刚出现的时候 都会长成顿皮鱼的样子 软骨鱼和硬骨鱼 其实都是由某些原始的顿皮鱼演化而来的 中国乡家生物群的长吻齐鱼 出此全鹤鱼 被认为是顿皮鱼到硬鱼的过渡阶段 顿皮鱼不但没有王 反而成为了最成功的物种 它是顿皮鱼 它是顿皮鱼 它也是顿皮鱼 泥鱼剑的大洋 正是新兴顿皮鱼和传统顿皮鱼 竞争最激烈的时候 像重装钻石邓氏鱼正面发迹挑战的 正是形态优美灵活的刺客软骨鱼 著名的裂口是它能长到一到两米长 虽然软骨鱼听起来很柔软 但是它们的重要骨骨是用磷酸钙架构构的 它们有能力长出来硬骨 但是鲨鱼并不需要这个功能 除了锋利的牙齿和灵活的躯干 它的背脊前端还拥有锋利的骨刺 可以抵挡更大的劣似者 软骨玉率最大的塔是织底鱼 体长能长到五到六米 虽然没凳刺于粗壮 但是依旧是顶级劣似者 最怪异的还是凶技鱼 它属于拳头下缸 其实并不是鲨鱼 像预警机一样的背脊 是有很多管道的钙化和软骨组成的 上面覆盖了一层钝鳞 鲨鱼的鳞和牙齿一样都是非常硬的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大刺头 现在也有一些自然模仿它的发型 以获得财运和平安 在泥银鱼的海洋里 海洋类自成一缸 却被人遗忘的动物 它们就是鲨鱼缸 这种鱼如果在百度上收到的话 收穿的大多数活化石枪鲸鱼和一些食用鱼 鲨鱼最大的特点是 它的肚皮下有很多对鳍 那么它登陆之后 有没有可能变成多腿的怪物呢 负骑和凶骑之间有很多类的附加骑 最多的时候能多达六对 它完美的继承了低战斗力和短命两种优点 直到它现在被遗忘在时间的角落里 鲨鱼动物虽然强大 但是在探索生态位方面 圆口动物却总是能快人一步 在淡水 在鲨鱼动物未能触碰的陆地 圆口动物又具有很高的话语权 随着鲨鱼动物越生越多 它们也必然最终的食物开辟另一片正常 或者说餐桌 感谢自乎配合的锦王先生 我是龙女之声 我们下次再见